好,那我们稍等一下,大家开仓 稍等一下,请大家进场 好的,那我们的课程就正式开始 各位大家好,晚安 今天是2021年的2月2号下午的8点02分 我是Ken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新手年化收益50%的交易策略 那大家我知道听起来这个年化收益50% 好像听起来非常夸张 因为呢,以往我们那个的投资产品 一年可以做到6%、8% 甚至说到10% 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交易的成绩了 那现在的话,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就算你是新手 就算你非常的不懂交易 你也可以有机会做到50%的这个获利 那50%这个获利 你是很有机会打败非常非常多 很资深的交易员的 因为呢,很多的交易员 他们可能就是 我可能一段时间很厉害 我可能一段时间我赢了1%、200% 但是他并不是永远都是赢的 他可能会有些时候也会是输的 那新手的话呢 就是往往呢,都是心态的方面呢 比较不正确 比如说就是过度交易 很常短期短出啊 然后呢,对于浮动盈亏非常的敏感 就亏了一点点以后就受不了 然后赚的话呢 就那个赚一点点就把它砍了 那有些时候呢,就已经亏损的时候 还不止损 所以就是会在交易上面呢 不容易 不容易长期看来不容易赢钱啊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呢 运用一些好的工具哦 让你有机会可以做到 一年50%的收益 而且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呢 就是 你不只是说要在你结算的时候 才可以拿到这些收益 你是在你整个投资的期间 比如说可能半年、一年啊 中间你就可以有收益 可以去领 那你想一想 如果说是50%的这个收益哦 我们假设一下你投 我们说5万美金好了 那5万美金的50%是多少 5万美金的50%是不是25000美金 25000美金我们把它乘以30 大概是75万台币哦 那我们现在因为汇率的关系 我们算少一点就70万 也就是说你是有机会怎么样 你是有机会投入5万台币 5万美金不好意思 5万美金也就大概140几万台币的话 你有机会什么呢 你有机会一年啊 可以收入到70万台币的这个数字 好 那我待会跟大家一步步的细细的解说 说我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的 并且会有实际的试算 好 那我们就直接的切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 那我们今天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工具 叫做Pionex 中文叫做Pionex 它的英文叫做Pionex 那我先确认一下 各位看不看得到我的滑鼠 如果可以看到我的滑鼠 可以帮我按1 不行的话请按2 好非常好 那我现在要去跳到指定的章节 指定的章节 那各位如果说这个在讲解的过程之中呢 如果有人加进来 因为我必须让他进场嘛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卡顿 那这个部分 那请各位多多包涵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用的工具 叫做Pionex 那它的话是一个量化的方式 用的是所谓的网格 那量化交易其中的网格呢 是一个数学家提出来的 你们可以搜寻这个网格交易 然后在Google的时候就可以查得到 那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数学家 那他发现说这样子的交易模式呢 让你不管是在那个交易的这个领域里面 是很新的新手或是老手啊 你的收益都可以相当的不错 那如果说各位呢 现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群组的话呢 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群组哦 就这一页 大家可以screenshot 就是结个图 然后呢 大家可以扫描 扫码进来 那我给各位 可以三秒钟的时间 稍微结一下这张图 那这个是我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我的名字叫Kenneth 大家可以叫我Kenn 那我自己的话是比特币的早期投资人 我就是2013年的时候投资比特币嘛 那因为我当初呢 接触到比特币是我的同事跟我说的 那个时候我在澳洲 那我在澳洲的时候是在里面的这个 澳洲有一个联合国难民署的分布 那因为在联合国里面工作这个经历蛮特别的 那也是那时候同事跟我讲关于比特币的事情 所以说呢我在商业收看的时候呢 有写过几篇文章 那同时呢 我也是知名的区块链专案的共同创办人 但目前是已经卸任了 那我自己他是社群实时交易的发起人 也是我们课堂的共同创办人 那我交易的经验的话 大概五年以上 那我会办这堂课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说 大家都知道我们办课程 其实已经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了嘛 那中间有讲到关于现货啊 关于合约以及关于你的备用资金 那以往我们讲的银币宝 就是BIMBOM的话 用的都是合约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自主下单 可以跟随下单 你还有一个自己的备用的仓位 那现货的部分一直没提到 那那么Pionics也是派网的话 就是在补足我们现货的这个部分 那这是我们的共同创办人Victor 他有上经济日报 挑战传统金融去中心化金融的新概念现身 经济日报 这个是9月15号的报道 那这个是我过去在联合国的时候的一些 这个工作的剪影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跟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人一起工作 那我的工作就是帮联合国募款 那我们募款呢 会在像是那个街上啊 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像是火车站啊 邮局前面等等的 那现在我像台湾也有 因为台湾的话 我记得有那个Amnesty International 就是黄色的衣服的 国际人权组织 然后还有Greenpeace 就是绿色和平组织 他们的话 现在也在台湾有着 就是在路上呢 陌生开发 然后呢 请你可以捐款 那捐款的话呢 都是不收现金的 全部都是用信用卡 那这个的话 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做的工作 那街上的末开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 还有做business calls 就是在那个电话上面 打电话给那个企业 请他们捐款 那这是我当时的同事 这个是 我记得说 他说他当时是以色列 最年轻的女律师 他是一个以色列人 这是一个非洲人 就在南非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孟加拉人 那这个是我在商周的文章 想去澳洲打工 除了杀牛 你还可以帮联合国做事 本文作者Kennis 他副标题写着 我很爱钱 我帮联合国难民属募款 那这篇文章现在还在 你只要打的关键字 打澳洲联合国工作 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2014年写的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话 做的一些区块链的相关的案子 因为是早期的投资人嘛 所以说呢 就投了非常非常多项目 我当时投了超过30到40个项目 那我当时买的比特币呢 其实很多都在这些项目身上了 希望这些比特币 在这些项目上面都有发光发乐 那时的比特币的话 都会相对比较便宜嘛 不像现在的话 可能一颗要到了三万七千块美金 那这个是我 这个是Cheers杀志 中式电子报 中式的电子报跟采访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叫做Pionex 那Pionex的话 其实它产品呢 原先的产品的原型是叫Bit Universe 那它的话就是做网格交易 那原本的话 它所有的这个网格交易所在的地方 都是在别的交易所 比如说是在币安啊 或者是在OK啊 在火币啊 去串把这个网格 串到其他交易所上面 那后来的话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串到别人交易所上面的设定 其实说也比较麻烦 很多的设定也比较不这么直觉嘛 所以说呢 所以说就是做了这个Pionex 算是一个进阶的产品 那是一个为量化交易而生的交易所提供了超过11种交易工具给用户使用 那Pionex的话 那Pionex的话呢就是他的就是他的团队过往的成绩有其实相当成熟的团队他们是猎豹移动的团队呢创办了金山拿猎豹移动的这些的那个这些产品 并且呢有非常多的下载量 在纳斯达克上是代号CMCM 那这是非常成熟团队做产品的那个UI也非常的好 那这是他们有投资这个公司的一些基金呢 如果说你在新创圈呢 稍微有听过的话都知道 像真格基金啊顺维基金都是非常非常顶尖的基金 那能够给这些基金投资的话啊 都表示说呢 他们非常的看好你 你的产品可能非常成熟 并且呢在一个正在往上爬的一个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跟派网一起合作并且来推广他 这是一些简单的报道 在美国韩国印尼及台湾等地区同类产品中排名稳居第一名 那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币圈 或者说我们说区块链金融的这个领域啊 因为呢许多的交易嘛 他是不受就是等于是没有在政府的规范底下的 于是说你的名声啊还有你的什么你的信誉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让别人信赖的这个程度 那么呢在这个圈子里面呢 这个让别人信赖的程度还有你的名声最好的都是几间大型的交易所 比如说像是什么好像是币安啊好像是FTX啊还有像是火币 那Pionex的团队呢就是他们有一个代表V解是他们的PR嘛 那他们在这个过去在合作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币安的做事商 所以说他们跟币安呢有做过什么呢 有做过这些AMA也就是线上的这种你问我答的这种形式 那大家都知道说币安啊火币啊还有FTX啊这些都是在这个业界非常大的交易所嘛 那这些交易所的话是不会拿自己的这个声誉来冒险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说Pionex啊做的产品啊 以及说他们的在这个呃线上里面做的事情是非常值得人家信赖的 那这个就是币安啊这个FTX啊这是火币 那这里还是币安跟Bit Universe也就是Pionex的公司一开始做的这个产品 一起联合发表的一个活动 好大家可以看到与头部交易所深度合作那打造行业的影响力 那另外让我自己个人更佩服的是呢Pionex居然还有在彭博社 就是Bloomberg上面呢居然有上过报道 这边可以看到他是在technology这个就是科技版嘛 写着Crypto Broker sees users drawn to bots to beat while violating trading 好就是说volatile trading就是说这种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加密货币行业然后他的那个起伏非常的大嘛 那派网的这种网格交易呢就是一个 你有可能有机会呢不仅是不被这个起伏打败 你还可以利用这个起伏来赚钱 好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有两个很重要的工具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第一个就是网格交易的机器人 然后他可以自动的低吸高抛 第二个就是期限套利的机器人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加密货币的市场啊 他70%的时间都是属于这种震荡的行情哦 好那这种震荡的行情里面呢 好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下 在2018年的8月8号到2018年的11月14号这段期间 如果我是做网格交易的话 我的利润是13.47% 就是我从这里买进 从这里卖出 那我是买的贵 买的贵嘛 买的这个比较低价 所以我应该要是亏损的 我的直接买卖的利润是负的6.13% 但如果我是用网格交易的话 我的利润其实是13.47% 他就是一种交易的方式 就是我买贵了 卖的便宜 我居然还能赚钱 好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是用时间去换 我在这里面不断的低吸高 不断的低吸高 产生的这个获利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情境 从2018年的12月8号到2019年4月1号 这时候如果我做网格交易的话 我的利润是26.07% 我的直接买卖的利润是21.52% 好我直接买卖是赚钱的 我从这里买到这里卖 好这里买 这里卖 这样子是赚钱的嘛 对不对 但是网格的话 是让我除了低买高卖赚钱以外呢 我还有另外的收益 我还有另外的收益 于是说我们可以知道说 面对震荡行情 一个很好的交易策略 就是低吸高炮 就是买的低 买的高这样子 那我用图解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用动画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先设置网格的上下线 中间是我的交易的区间 然后我网格数量设定10格 也就是我每10块钱就是一格 那我从这边入场 入场的以后呢 红色的卖 绿色的卖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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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买买 好可以看得出来吗 我们再看一次 好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是以太坊好了 那以太坊我们设定 它有一个交易的区间 那这个交易区间呢 底下是是100块钱 上面是200块钱 我绿色是买进 红色是卖出 好卖出买进 卖出买进 好那我就是永远呢 我买的价格都比我卖的价格低嘛 好但我就不再不断的在这每一格里面做这样子的交易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套利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使用这个工具呢 好我们现在呢 就让大家来实际的操作看看 好首先呢 这个你可以试试看 来请打开 各位打开你的派网 好打开你的派网以后呢 中间这里最底下的按钮选到交易 然后选量化交易 这边就有一个网格机器人 好那看到网格机器人以后呢 它会让你选策略哦 那策略有使用AI策略跟手动设定 好那AI策略的做法就是说 它是依据什么呢 它是依据过去七天的行情 用演算法算出来最适合的参数 有一定的参考性 但记得过往的行情 不代表未来的行情 那么呢 这个参数的设定啊 在我们现在的行情 其实是非常不适合的 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现在在一个蛮久了 好不容易迎来的大牛市嘛 那大牛市里面 它的这个起伏震荡 其实是很大的 那往往是不能够用 这过去的七天 代表一直以来的行情 所以说我的建议都是 大家不要用AI策略 那我们就是用手动设定 那手动设定 怎么设的比较好呢 好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手动设定呢 我们就是帮大家想一个办法 叫做天地单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将币啊 拿到一个你理想的 价格的一个方法 好那怎么样子设定呢 好我们直接来看到 网格交易的天地单 就是让你的新手年化收益 都可以到50%的一个交易策略 那我来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天地单 首先呢 就是你用的策略 是网格交易 所以它有网格这两个字 再来就是因为你的区间非常大 什么叫区间很大 比如说比特币 我们可能设定1万到6万 或者我们设定1万5到8万 好那以太坊 我们可能就设定个500到2000 或者是800到3000这样的区间 好那因为区间非常大 所以叫天地单 那交易我们常常容易发现错误嘛 像是什么 就是上涨的时候 我们容易追涨啊 好那下跌的时候会割漏 那我总结一下而言 就是说 像是比特币过去 从2017年 2017年的时候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有1000美金到2017年底的时候 涨到2万美金 好那中间经过这些熊市两年的时间嘛 到了这个2020年底 2020年的11月的时候 又开始有一个上涨 那这中间呢 最后面呢 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 达到了4万2的这个高峰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2017年初到2021年的年初 中间是大概经过4年的时间 那比特币就从1000美金 涨到了4万2000美金 中间这样是涨了几倍 1万到4万2 是不是涨了42倍 好 四年42倍哦 四年42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报酬 是假设说你买一栋房子 1000万好了 然后呢 经过了四年的时间 同一栋房子变成了4亿2000万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投资 想必就是很不错嘛 因为是42倍 但是呢 很多在那时候买比特币的人 是没有办法把币给留住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比特币的这个波动 是让大家常常是很受不了的 就比如说你现在1万块买 然后跌到7000 你就觉得我跌了30% 我觉得很可怕 好 那就是说怎么了 对于我们这个两句话 对于短期的收益 我们过于敏感 对于长期的收益 又缺乏想象力 那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用网格交易 来帮助我们跟协助我们 好 那这些让我们犯错的东西就是波动 大家可以看到2017年 我们一起追高嘛 一年的熊市以后 然后接着呢 又到了两万美金 好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 就比特币现在嘛 到了今天的话 应该是35000美金了 那我们想一想 接下来比特币 如果涨到8万美金 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把它拿住 一个就是你不要用太大金额嘛 对不对 你可能就是对这个金额不会太敏感 你就可能拿住 或者就是我们设定网格交易的天定单 好 那因为网格交易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它是24小时在交易 不间断的不断的低买高卖 所以就可以协助我们 协助我们把这个币给拿住 因为中间你其实也有参与交易 而且你还会有收益 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的是买 红色的是卖 这边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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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格一格的格子就是网格 这就是网格交易 那为什么要叫天地单 就是因为它交易的区间非常的大 区间可能是涵盖了这一整块 那因为交易区间非常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吃到趋势的利润 那我总结一下 在教大家怎么设定以前 我先讲一下网格天地单 总结起来几个最大的特色跟优点 第一个就是解决你拿不住的问题 让我们持仓不会焦虑 再来就是高别这些追涨杀跌 再来就是在区间内持续套利 每天都有收益 网格的天地单 中间只要你有进行套利 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其实你是每天可以领一千钱出来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假设说你投入了5万美金 那5万美金呢 假设一年是50%的收益的话 是不是25000美金 大概70万台币 那这70万台币啊 你如果说可以每天领的话 很有可能你就可以靠着一笔 这种我们算是创造了一个现金流 然后用这个东西来让你的生活 过得更滋润跟精彩一点 好那再来很重要的是网格交易 它进入的是一个价格的区间 不是一个具体的点位 所以在心理的交易上就给你开单的勇气 就像我刚才讲的 也许我设定是1万到6万 或者是1万5到8万 那大家觉得说比特币在未来的三年 会不会是在1万5到8万这个区间 如果说你刚才听了一下 想一想 好像蛮合理的 因为这个区间够大嘛 所以说呢 它就是一个可以发生的事情 那这就是我们交易的范围 那这个会让我们又有交易的参与感 又可以有高的胜率 好那具体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再请各位就是再打开一下你的派网 打开一下你的Pionics 你的派网 然后呢就照着我们这个图上面的设定 第一步呢 你要先选择这个交易对 好来给各位这个10秒钟的时间 确确实实的拿起你的手机 然后打开你的Pionics 选到交易 然后选择量化交易 好 那我们因为这个要开天地单嘛 我们的示范都用比特币来做 所以交易对的话 请帮我选择比特币的交易对 好这第一步 接着呢会有一个右下角 这边有一个红色的创建机器人 创建机器人 点一下这个创建机器人 好点好了以后呢 这边有一个网格交易的机器人嘛 我们就可以创建网格交易机器人 那天地单的设定是这样子哦 天地单的设定呢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建议几个数值 给大家建议几个数值 那我会解说一下 为什么我建议这几个数值哦 首先呢你要把你的设定的变成手动设定 区间的下限呢选择一万五 选择一万五 好那我说明一下为什么一万五 首先区间下限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是我设定的我的天地单网格交易的最低点 如果说今天呢 比特币在一万五以上的话 他就会不断的低买高卖 那假设说他跌破一万五呢 跌破一万五的话 他会先暂停交易 他这个暂停交易并不是说你就是止损哦 他只是说你就暂时的 不再去做任何买入的动作 你的手上的这些 就会拿到了成本比较低的比特币 好 那升顶一万五的原因是因为说呢 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目前呢 拥有比特币最多的这个上市公司 叫做灰度 grayscale grayscale 那在过去的课程里面 我也给大家看过就是有一个 bitcoin trader bitcoin trader上面揭露了所有的 大型的上市公司 他们持有的比特币的这个数量 那他们持有比特币这个数量 之所以揭露原因是因为说 他作为上市的公司 任何大型的买卖跟投资 当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时候 他需要揭露这个样子的内容 好 那也因为说他们可能希望说 希望炒得到这个价格嘛 所以说他也希望揭露一下这个内容 那所有投资人知道 他们有做这样子的投资 好 那这个东西 他们灰度啊 最大的一笔的买进呢 他的成本价就在一万六 那我们也可以说是灰度打响了 这一个 冥想的这个炮火 就是在打仗的时候 在前面就打了 开了第一枪啊 叫他说 好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错 大家可以买进去 没了第一枪以后 其他机构跟着买进 那在至于这个成本的价格以上 大家是什么样子呢 就大家慢慢的把这个价格叠高 叠高嘛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机构的成本 都是高于一万六的 就是有灰度是可能比较低的 他买的比较多这样子 那么呢 如果今天如果金额跌下来 你想想 如果说今天跌下来嘛 你有买一个股票 那你跌下来的话呢 你可能有做的事情是 你可能会加码摊平 对不对 加码摊平 这是我们可能会做的事情 那这些加码摊平的这个买进的力量 那就可以再把这个币价维持在 那个更高的一个价位 跟更高的水位 那我们现在想说 大部分的机构的成本 都是在这个数字以上 所以说呢 他们是尽可能不会让这个成本 让这个价格低于这个成本的 如果说今天真的掉下来的话 也会有许多的买盘去接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线呢 设在1万5的这个原因 好 那至于上线的话是这样子 我在这个图里面的上线是设8万 好 那么呢 那个 我的建议是 如果说呢 你可以设6万的话也很好 好 那我讲一下是为什么 设6万跟设8万 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你网格的数量 最高都只能设150 那你如果设6万的话 上线设6万 下线设1万5 这样子你的网格会比较密 也就是说 你套利的次数 会比较多 如果今天你设1万5到8万的话 你的每个利润是0.44到2.80 那如果你是设1万5到6万的话 每一个大概会是0.4到2.5吧 对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网格每一个会 利润比较没那么多 但是比较密 可以套利的次数比较多 那套利的次数多的话 就会让你每一天 可以提领出来的这个 这个提取利润呢 会比较高 那这个就是网格天理单 所以说 你要设1万5到8万 或是1万5到6万呢 我觉得都很好 但如果说你是这个很介意说 我每一天希望可以提检钱出来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 你可以先设1万5到6万 那你说 如果假设说今天涨涨超过6万的话呢 那没有问题 你就重新再开一张就可以了 重新再开一张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影响的 好的 那投资的金额可以自定 只是说 如果说你的这个网格天理单的话 最少都需要大概600美金左右的挂单 就600美金左右的这个USDT才可以挂单 那我们的建议都是分批投入 所有的投资人 只要说他有一点点经验都会告诉你分批投入 你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点位上面做all in 就不可能就马上把钱所有钱都丢进去 就像台积电现在630块钱 那大家可能都说 这个台积柜很好 非常好的护国神山 那他有非常好的这个基本面 那全世界都要找他订非常高阶的晶片IC这样子的 但是就算这么好 你也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 就把全部的资金放下去 比如说你有200万你就丢200万 那这样子你肯定税不好 所以说我们的建议都是呢 假设说你在这个数位货币上面做网格啊 你希望投资1万美金 那你每一单的第一单投入的初始金三分之一 可能是3500块美金或3000美金 那如果说你是入了3000美金的 那你就第一单就投1000美金 好这样子大家可以明白吗 ok好 那接着呢就是你按创建机器人以后呢 好这边他就可以再次给你确认各项的参数哦 顺便确认初始买入的BTC的百分比 好可以看到这里写二次确认嘛 预估初始买入的BTC占名是什么呢 是比特币我买我所有资金的68.64% 那我预留了31.36的这个USDT哦 就是美金哦 那在中间就不断进行高买 低买高卖 好那只要确认了不错以后就来确认 好可以看到各个数值都是对的就来确认 好那这边就是我那个其中一个天地单的内容 好那我先到这边呢 先给大家确认一下这个部分哦 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请帮我按下5 好有问题的话请按6 直接发言或者是留言 好现在呢我要做的事情是试算 我跟大家试算一下到底这个年化50%以上怎么算出来的 那这一步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记笔记或者是你希望可以介绍给朋友的话 这一步你要一定要理解一定要理解 所以说的这一步你可以拿一下笔记记一下 好那这个是一张我开的天地单 好那我这一张开了呢超过了35天了 我是在2020年的12月23号的晚间8点50分07秒创的这一张单哦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单呢 目前呢投资的金额是1791嘛 1791美金 那我的获利是492美金 好那今天的还会更多啊 因为我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比特币价格31,000嘛 现在35,000了 好那我现在的话这张的这个价格会更高 待会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实时的这一张的获利 好那这边有几个名词解释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那重重点分三份 最左边这个叫做网格利润 好中间是浮动盈亏 再就是网格年化跟总年化 好那我一个一个解说 首先网格的利润是什么 网格的利润呢就是指说呢 你不断的在低买高卖的过程中呢 你中间的获利 好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在买进的时候买了比特币也买了 也有USDT嘛 好那不断的低买高卖的时候我的获利呢就是这边这个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是赚了368美金 是占全部资金的20.56%的这个获利 好这个是网格利润 那中间这个浮动盈亏什么意思呢 浮动盈亏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其实就是还预认一些比特币 我可能挂单在什么 我升级到6万 我可能挂单在59000块美金 58000块美金 57000块美金 假设 那这些价格目前都还没碰到嘛 那那些比特币呢 放在那边 他还没有被卖出 不过因为比特币上涨的关系 所以说什么 所以说我那一些比特币的价格也增长了 那这个就是反映在我的浮动盈亏 好这就是浮动盈亏 就是一些还没被交易的比特币 或者是你开的该币种 可能是以太坊或其他币种 他目前的价值 跟你当初买的相减起来的话 你目前是赚多少钱 这个是浮动盈亏的部分 好最右边这个是网格年化跟总年化 网格年化是上面那一行 总年化是下面这一行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你一整年的话呢 你的收益会是多少 好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这个其实是不精准的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数字是用这一天算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是算说 你这一天呢 假设你的获利是1%好了 你这一天获利1% 那就把你这天获利呢 乘上365 这就会得到这个的获利 好那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我们不可能365天的获利 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说呢 这个只是一个试算 大家就当参考用就好了 好那我们先看到底下 这是目前的比特币价格 那我的区间设是1万到6万 好那这个是我底下的时候的参数 可以看到说就是 我设定的下限价格是1万 上限是6万 那我开单时候的价格是 23721 23721 网格的个数150 那每格买的BTC的数量是0.0005颗 每格的利润是0.46%到3.25% 好那我自动指寄设的6万1 OK 好那这个就是我开单时候的价格 237 那现在3万1嘛 所以我赚钱这个是很正常的 好 那我跟各位算一下 就是说到底这个年化50% 是怎么算出来的 来请各位看到这右手边 这边来 好 这右边的这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编号跟利润 编号这个是第836笔交易 那我在这一笔交易的时候呢 我赚了0.15213564的这个USDT 好那这笔单是我1月28号的时候 6.21分买入 然后6.50分卖出 完全都是网格的电脑自动挂的 好 那价格是我31140买 31476卖 好那这就是成交额 手续费在这边 手续费在这边 好那我是扣掉手续费由 这边这个是我扣掉手续费由的利润 也就是说呢 什么样子 我这个开了35天呢 他大概成交了836笔 自动的低买高卖 自动低买高卖 那每一笔的成交 我是赚0.15213564 好0.213564 好那我现在呢 就开始进行试算 大家把这一面 这一列稍微记一下 好那我现在呢 放到以Sale表上面试算一下 假如说我持续这样子的交易的频率 以及我交易的这个利润的话 那我进行一整年 会是有多少的利润 好那我现在要切到我的E-Sale表 请问各位看到我的E-Sale表吗 如果可以的话 请帮我按5 好我看大家看到了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就放着直接来试算 好可以看到 这个我一格是赚0.15213564 0.15213564 0.15213564 好这是我单次套利的获利 也就是说我的总资金成本是1791.06 1791.06 一格赚0.15213564 0.15213564 我每一次的交易赚的百分比是 我是总共是0.008494百分比 好把这个数字挑这里来 单比套利的百分比 好那我这里面可以看到 我每一天套利的次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之前的话 每天套利是套多少次 好这边看不看到 嗯这边好像是看不到 那我们就稍微 简单试算一下好了 就是说35天836 一天大概是 20几次嘛对不对 20几次 就是把这个836除以35 好那我们保守点 算20次好了 我这边有试算了 一天套15次 20次 30次 40次 50次的话 你不同的套利的次数 你一天会有利润 那我刚才讲的嘛 因为你每一笔套利是 0.00849百分比嘛 对不对 正确是0.008494 那我只算了0.00849 那我假设我一天套15次的话 我把这个数字乘以15 我就得到了这个 是我一整天的利润 那30天的话 就是赚到3.82% 这个数字感觉就比较 比较实际了 那一整年 我的利润就会是45.87 好 那假设说 我一天套20次呢 我一天套20次 就是把这个数字 0.00849乘以20嘛 好那我一天的利润呢 就会是0.1699% 30天算下来 就是5.10% 也就是一个月是5%左右 那我一整年的利润 就会是61.16% 好所以说年化超过50% 是这样算出来的 好 那也就是说呢 只要比特币呢 维持目前这个波动的情况 因为呢 网格其实就是不断的低买高卖嘛 那他就是需要一些波动 他需要有波动呢 他才可以赚钱 可以看到 就是他需要这样子 跌下去涨上来 每跌下去一次 每次涨上来一次 这样子 跌下去 买进买进买进 卖出卖出卖出 只要跌下去的买进卖出呢 就是一次的套利 他套利是一次买一次卖 确定获利了以后才算一次 所以这样子是一次套利 这样是一次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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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只有买进呢 没有卖出就不算 就不算 好 那他就这样算出来的 OK 好 那我们底下做一个假设 假设说上面套利的是BTC 1万到6万的天地单所试算出来的嘛 那设定不同的话就会增高或降低 好 那如果是1万5到6万的区间 在次数不变的前提下 天地单套利的利润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我们来假设说 一年以后的币价 每天假设我套利20次 那我假设是投资1万美金 那我网格这样子做起来的总共的获利会是多少呢 好 那我这个是用这个 我这个是用60点多来算 少了1 少了1 那我们就用这个简单的试算一下 大概试算一下就算更保守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假设说呢 在一年以后币价都不动 也就是说假设币价现在3万5 我开了一个天地单1万美金 过了一整年365天以后 币价还是维持在3万5 那我就是说我没有浮动盈亏嘛 我就只有网格的利润嘛 对不对 我就说网格的利润 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 这里 我没有这个部分了 因为币价没有成长 我只有这个网格的利润 单纯网格的利润呢 可以给我带来的收益 就是这个数字 60.90 可以吗 一整年下来的话 那我有这个数字的原因是因为 一直不断的在交易 然后呢 我用时间去换来的 好 这个是币价都不变的情况 那假设币价才往前之10呢 币价假设涨10%的话 你就会多了什么 你就会多了这个部分嘛 你就会多了 这里 这个浮动盈亏的部分 浮动盈亏的部分 浮动盈亏的部分 好那浮动盈亏呢 因为你一开始并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 比特币 你可能是拿60%到70%去买 所以说你 假设说币价赚10%的话 你可能只赚了6%或7% 好这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吧 好那我保守点只算5% 所以说一整年算下来的话 你大概就是赚65.90% 那同样的道理 假设币价涨20% 就现在35,000 涨20%的话就涨到42,000 好那你就是赚70% 那一年后假设币价涨30%呢 可能涨到43,000 你就赚75.90% 涨50%呢就涨到了5万多了 好就要赚85.90% 可以吗 好这个是币价如果是涨的话 你的会有的这个收益 好那这是在浮动的那个波动性不变的 是在前提之下做出来的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币价如果跌呢 那币价跌的话我还是能赚钱吗 好那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说你用时间去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说今天一年以后币价不动 好我的收益就是我网格的收益 没有问题 好那假设币价跌10%呢 就早上现在35,000 他跌了10%跌到32,000 好31,000 那你的收益一年以后呢 就是要把你这个 你会有亏损嘛 因为你买的比特币叠价了 只是说因为你买比特币 你也不是一个瞬间直接买进去 网格就是只帮你买了60%到70% 而且呢如果说跌的话 你还会一直去承接到价格更低的比特币 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试算 就把它10%呢 负10%就把它变成负5 就把60减到负5 那你算出来的话 你的这个 赚的钱大概就是55.90% 那如果币价跌20%呢 就是跌掉了7000点 就是从36000 跌到了29000 一年以后 那你就赚50.90% 30%呢 跌30%你就赚45.90% 跌50%呢 就是从36000 腰斩变18000 那你就赚35.90% 那你会想哇塞 跌了50% 就跌到18000 我都还赚钱 是的 跌到18000你都还赚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用时间去换的 他是用时间去换的 就像是如果说你买股票嘛 你买了以后呢 你用10年来看 如果是台股的话 你用10年期来看 10年期来看 不容易是 你是怎么样子买啊 就算你买在这个10年前最高点 在10年以后 你都还是赚钱的 那这个就是用时间去换到的时间价值 那这个就是判网天理单的利润是算 详细的话 他一定会有不同的差别 比如说你可能说 那可能说我的套力的次数没有那么多呢 波动性变低的话呢 那他当然就会有影响 只是说呢 以目前的情况 这种波动性的话呢 那能够算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数字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会建议说就是 那你也许区间设小一点 让他网格密一点 每天可以套的次数变多 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利润也变高 好 讲到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请帮我按1 没有的话请按2 好 谢谢佩隆 谢谢怡萱 Linda好像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 好 那接着呢 我们问题最后再有一个QA时间一起解决 好 那我现在来说明一下 刚才我讲到说就是 有一个可提取利润的部分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直接看实盘了 就我刚才那张单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各位可以看到我1791总利润652的这个画面吗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一下5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刚才那张单 现在开了40天了 开了40天了 好 那我投资金额1791.06 现在我的获利是653美金了 好 总利润是36.47% 大家可以看到我网格利润是比刚才更高的 福音也比刚才更高 因为币价涨了 好 好 好 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非常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好 这是我资产的变化 这24小时我套了9次 总共套离了955次 好 那他这边呢 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提取利润 我看一下 这里 好 这边有个提取利润 提取利润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是48块美金 我可以提取 好这48块美金 就是不断的 通过低买高卖以后呢 多出来的这些钱 好这边其实有公式 移上去以后 这边有公式 告诉你是怎么样子算出来的 因为我发现有 常常有很多人来问我 这东西怎么算的 他就是这边写的 USDT总数量 减到挂单买入的数量 减掉预留的手续费 再减掉预留手续费的BTC乘上 区间上限的价格乘以1.2 减就 再减掉以提取的利润 好 那可以看到 我已经提取了237美金了 再提取了48美金 所以说就是我总共提取的 大概是285美金左右吧 285美金 那285美金 佔我的这个比重也已经蛮重的 大概可以到了这个15%左右 所以说我的40天呢 什么事情都没做 就是比特币当自己跑 我也赚了15% 注意听 是40天15% 我已经已实现了获利 那我这张单还没截掉 他还是继续跑 所以说他的获利还是继续提高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数字如果说把它乘以10呢 我如果是投17910美金呢 那我就可以提出 这个2850美金嘛 对不对 就可以提到8万多块 也就是我一个月就可以 一个40天就可以拿到8万多块 那我的单子还继续跑 这就是网格有趣的地方 那这边可以看到他挂单的详情呢 我们一个人来看 总的就是这个资产变的 这张单的变化 可以看我资产是变多的 那挂单的详情是这样子 他网格真实的挂单的样子 就是说 现在价格是34,900多嘛 那我就是在 买的时候在34,400多 就少400块 我再不一张买单 34,100多再不一张买单 33,825不一张买单 33,489不一张买单 只要跌下来我就买 那如果涨上去呢 这里35,167我就卖掉 35,503我再买掉 35,838我再买掉 那这个就是这个网格交易的那个波及 那这是交易的记录 跟刚才一样 第955比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有稍微降低哦 因为每一格的利润 其实是不是固定的 那它不会差太远 所以我们刚才试算 都是抓非常保守的数字 订单参数 可以看到我当初买入的价格 每格的利润 那这就是提起利润的部分 那如果我只要按下这个关闭哦 我只要按关闭的话 假设我按关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按关闭的话 它就会停止到我这个套利哦 那它停止的时候 它会问你说 要不要把你现在手上的BTC卖掉呢 如果说你选 请帮我卖出 按中止的话 那就卖掉 不用了 这BTC还会继续留着 这BTC还会继续留着 那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帮我卖掉就是你想要 要获利了结的时候 这很可以理解 那不用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说 你可能假设你的这个 已经到6万 就是已经到上线了以后 然后呢 你就是觉得说 那我想要重新开 或者是接近6万的时候 你想要重新开 这个时候你想要BTC还想留着 那就是你有可能 不想要把BTC卖掉的时候 好 那这个就是网格的天地单 好 那讲到这里呢 我要讲一下就是除了BTC 可以开天地单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推荐的币 可以开天地单呢 那就是说 如果说我希望 在增加资金的利用率的话 可以怎么做呢 好像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好 那我先来讲我推荐的 我推荐的这个 我推荐的这个天地单 的配置是怎么配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时事交易的群 时事交易社群的记事本 大家可以看到记事本 好 那这个是我在1月19号 1月19号的时候的推荐 今天是2月2号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 就是1月19号到2月2号 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推荐的这些币呢 最少都有20%的涨幅 那多一点的呢 就是到了50%到100% 50%到100% 那就是这几个 那后面我也写他推荐的原因 比如说主流我就推荐比特币跟以太坊 可能有点小 我放大给各位看 没吧 最大就这里了 好大家可以去看啊 就是我里面还有推荐 ADA啊 CRV啊 SNX SRM ONT UNI Link跟DOT 对那这几个大家是可以关注的 大家可以关注 那ADA就是创业历史新高了 创业历史新高了 好那他现在就是一个新的突破 可能还会有在网上 那CRV的话也涨非常多 那CRV是曾经非常火的一个币哦 跌了非常多 那现在就是有点回神的感觉 那这个SRM跟SNX的话就是炒Define的这个 就是decentralized finance 去中心化金融的这个主题 ONT呢 是大陆的一个智能的主链哦 是这个Neo 那Neo在这个就大红杯做完了以后呢 就说跟工信部在一个合作的一个案子哦 也就是说大陆如果要炒的话 这个币是可能有比较大的机会被炒起来的 那UNI已经涨了很多嘛 这么有话讲 好Link的话我自己也是非常靠好 因为他是讲Oracle预言机 Oracle的话就是说把智能合约跟现实生活的资料 串接在一起的一个必要的协定 一个Protocol 所以说Link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 那DOT的话就下一代智能合约的供链嘛 目前的话市值已经到了第三第四了哦 XRB涨上来的时候他跌到第四 XRB就再跌回去 应该是第三或第四哦 出Tether一点 这也是非常看好的币 那就是我看好的几个 那今天的以太坊其实有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哦 如果说今天各位记起一下 如果说以太坊持续维持这个强势 那以太坊的波动是比特币大的 所以理论上而言 你的天地单假设以太坊的话 你的试算的数字啊 就会比我们这个试算的数字还要漂亮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 假设你真的今天就是新手 我什么都不懂 或者是你想要推荐的朋友什么都不懂 你就要帮他开什么 你就帮他开一张比特币 再跟他开一张以太坊 天地单 那跟他说也不用常看嘛 就是说过一阵子再看一次 那光是这个 这种提取可以提取的这个利润 就相当的惊人 那我建议你可以说让他两个礼拜看一次 大家可以有提取利润可以提中 那如果说币价涨 他很开心 那如果币价跌呢 你要跟他讲 要看的都是什么 就是一整年以后 那一整年以后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获益啊 就算币价跌你也是很有机会 所以可以用网格的利润去cover你的损失的 好 来讲到这里 这个部分讲完 好 这个部分讲了 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琳打问说 有没有情况会吃到本金哦 没有没有所谓吃到本金的问题 就是说 顶多就是币价下跌嘛 币价下跌的话就是你的比特币啊 或者你的以太坊啊 他的那个 有没有的价值 因为随着币价下跌他会减少 但这个算不算吃到本金呢 嗯就是 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你的 你持有的东西的金额变小了 所以说你可以把它说 他确实这样子是吃到本金的 好 但是呢如果说你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这个网格的交易不断的低买高卖呢 他是可以让你这个网格的利润去cover掉你的这个 币价的损失 好 那今天唯一一个 这个很有可能会有亏损的情况就是 币价就是起伏没有这么大的 好 就是他不仅是跌 比如说可能是比特币从三万多跌到一万八 OK 那跌到一万八这个小事嘛 因为你如果说一直不断交易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这个cover掉你的亏损的 但如果今天是他跌到一万八以后 他的起伏还变小 就变成一万八千一一万八千二 一万八千一一万八千二 他就一直在这中间波动 那他再也不像现在一天可能会有个四五百点一千点的这种波动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网格的交易次数变少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你的网格没有办法由我们试算出来的这么好的利润 所以结论就是呢 假如说今天两个条件一起成立 第一个币价跌 第二个币价的波动变小 这两个一起成立的话 你就有可能在一年以后呢 或者是一个更短的时间里面你没有办法获利 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情况 好这个Rike Candice Trauma说 老师请问一下如果价外跌破网格的话 那样会自动中止吗 还是会一直滴满买到本金归零 好如果说今天跌到你的下限的话 其实你那时候的本金就差不多已经用完了 好那他的话呢是你不是就没有钱了 好他只是你的所有的资金都买成了比特币或以太坊 然后就依据当时的价格呢 就是去看一下你的这个那时候的这个所有的所有的收入是多少吗 好那这个就是当时候有的情况 好那本金归零一直滴满对 那不会不会中止 好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今天价格再涨回来 他又再继续滴买高卖了 好再来安琪达 请问开两单是用掉资金三分之二 还是本金投入两倍数量呢 谢谢好 开两单就是用掉资金三分之二 对 好那你之后要加餐就再加就行了 诶等我问说已经开的机器人本金原来是650 中间还可以再增加本金吗 嗯不行 你就要另外再开 长期来看各项都没有问题 最大的风险应该就是平台风险吧 诶对的 就是包含了第一个平台跑路嘛 就是Pionex跑路 就是派往跑路 那派往跑路啊 我们也不能说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 只是说呢 相对于而言 因为他确实是币安的做事商 那最近的话也会上CMC 哦 所以这算是比较小的一个风险 就像币安也是有可能会跑吧 但是这样子的话 真的就只能摸摸鼻子 所以说 不能够投入你全部的钱 就是你一部分的资金 好 那我今天的话不会讲期限套利 因为我们今天会有录影 那我期限套利的话 会另外额外录一个期限套利的视频 那期限套利的话 它就是一个不管币价的涨跌的一个 嗯做法 不管币价涨跌 就是我不管币价你币价怎么样子波动 它的话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收益 那这个的话 我会再用另外的视频来跟大家解释 好那我现在继续回答一下问题 Aiden说其他推荐商品本金也是建议 都用650去保吗 好我先说 650是最低要求 它可以更高 好可以更高的 好所以说650并不是我建议的 任何一个特别的数字 不是只是因为说 你基本可能要用到600到650 好那博生问说 多开几个不同机器人会有差异吗 多开几个不同的机器人的话呢 当然就是你可以选择 你等于是投更多的币种嘛 或者是你在不同的价位里面去买进 好那因为今天假设比特币34,000 你先买了 那如果得到28,000 你再开一个天地单 那28,000的那个天地单的成本 当然是比较低的 好成本是比较低的 因为你当初买进去的 你就是在28,000的时候 买进去的比特币 70%的资金买的比特币 比较便宜嘛 所以你成本也比较低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请大家去分仓投入 好那我现在讲一下 那这个资金比较有效利用的方法 好资金要有效利用两个 第一件事情就是杠杆网格 好我这边刚好可以举个例子 所谓的杠杆网格的意思就是 你去跟平台借钱 平台借钱给你 他跟你说一个微薄的利息 啊真的很微薄 是真的很微薄 就是在一天那个零点多块 我是一天不到一块钱这样子的 不到一块美金 那他借钱给你嘛 对不对 然后呢你用这个借来的钱呢 去进行投资 好那么呢 像我这张就是我投资2000美金 那我再跟平台再借了2000 他所以他乘以两倍的杠杆 所以我其实实际上投资的是4000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让我的利润变两倍嘛 变两倍 那这就是杠杆网格 那我是买一个DOT 那我看好说他到33块 好现在是16块 看好他到33块 那这是他的这个强评的价格 好那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你今天是借款喔 所以说他就有一个强评 什么叫强评 就是说你今天是因为是借款 所以说你有一部分钱是平台的 那假设说今天你这个币价下跌嘛 对不对 好那你这个你的 因为你的所有的买的这些东西的价值 其实就是2000块 但他今天跌的 因为下跌 所以说让你的资产的资金的金额啊 但价值低于2000块的时候 他就会进行一个强评 好那这个强评的话呢 就决定说你要把钱还给平台了 好那那个时候呢 假设说DOT跌到8.38块的话 我的这一单呢就是直接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我就会亏损2000块钱 好就是正常而言 我应该是不管怎么跌 我跌下来 假设我没有借贷的话 我应该还会剩下钱嘛 对不对 假设说跌了50% 那我2000块要剩1000块嘛 好但因为你是借款 所以说呢 这个跌下来的话你要还平台钱 那也就是说他要把你的这个 因为剩下的资金也没收回去 好那这个就会有个强评价 那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做杠杆网格的话呢 两倍是一个蛮合适的一个数字 他有1.2倍1.5倍2倍 那1.2 1.5的话呢 是也也会增加你的获利 但是我觉得风险应该 大家是可以承受到两倍的 因为要跌到这个数字的话 也是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就像比特币如果说现在 你开一个两倍杠杆的话 他的强评价就会低于1万5 那低于1万5就像我刚才说 前面说明的就是说比较 那个是比较不容易打到的数字 所以说两倍杠杆 他就可以让你的什么 资金做更有效的利用 那这就是杠杆网格 那做以太坊的两倍杠杆也很不错 像今天做以太坊两倍杠杆网格 那这个就是获利大概十几percent 一天十几percent 而且是马上可以领出来 对那这个我讲一下 就是说杠杆网格的缺点是 他没有办法提取利润 这是他的缺点 没办法提取利润 这是他的缺点 不过他就是可以让你的利润加倍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获利了结 就是按关闭 然后把它卖掉 这样就可以了 你就像我这个就开了十九个小时 现赚一百七十九美金嘛 那这就是这样子的内容 好 那最后面继续开放一些问题 大家有问题的话就打上来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请大家可以留言 老师以太币目前天地单建议开多少 好这里我解说一下我自己开单的技巧 这是我自己的 好我们用行情看一下 因为有各种币嘛 大家觉得我各种币的天地单 到底该怎么开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好各位我自己会讲开喔 我自己会讲开 我会看一下 就是说 从这个 从一月份来 因为一月份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涨幅嘛 对不对 像以太坊 一月份以来底在哪里 七张点在哪 这里 所以我大概会设一个大概七百的底吧 我就会设下限是七百 那上限呢 那上限呢 我觉得以太坊的话你现在 如果你要设一个天地单 叫天地单的话 大概都可以设这个数字的两倍 或1.7倍 所以可以设到个三千 或者是设到两千 好 那设到两千的好处是 你的区间没这么大 你的网格可以比较密 你的交易次数会比较多 如果你的目标是我希望就是 我每天可以提一点钱出来 那你就设个八百到两千 好那可能比较快达到嘛 对不对 那也没关系 好那或者是你是很有自信 你觉得说不会跌到八百啊 他可能顶多跌到一千吧 好那你可以设一千 好因为确实真的跌破 只有在1月12号这个时候啊 那这个东西就是看每个人的信心程度在哪里 好那因为就算跌破 他就有瞬间跌破 只要他后面涨回来 那这样子也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差不了太多 好那这个就是我就会看一下 就最近的这个低点 你觉得最低是这个 你就设这个下限 最近这个就是下限 那我比较保守 我就设在这里 那这边呢就是真的比较难碰到了啦 那除非就整个趋势大反转 那趋势大反转呢 要跌到这里 那就是真的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时候我们可以再做不同的选择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单先截掉啊 重新再开 这样也可以 什么是反向网格 好反向网格就是类似做空啊 类似做空 也就是在币价跌的时候你会赚钱 那详细的内容的话呢 可以去到这个操作工具里面 他会有说明 中天问说 我有看到一个反向网格机器人 那个也一样可以开天地单吗 反向网格没有必要开到天地单 因为他是要做空 那你既然要做空 就表示说 你其实是觉得说 现在这个地方 他就不会再涨上去了 也就是说 你没有必要设到天地单 就你没有必要设到什么 2000到700 就是说 你觉得他跌到700 那像现在的话 是不太好啦 像现在这个牛市 你要做反向网格 就做空的话 你不如去开合约好了 然后时间短一点 没有必要做到网格 那如果说真的要做 那就是时间短 大概都是一天以内截掉 好了 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小真 小真问说 CRV适合开天地单吗 数字怎么设定呢 我说呀 因为小真就是在我们前几天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那时候就讲开CRV 他开了以后就赚钱 CRV适合开天地单吗 可以啊可以啊 那怎么设定呢 好我操作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CRV 那时候说CRV是可以关注 好 我们来看一下CRV 一样四小时来看 CRV我设天地单的话 我其实之前是有开啊 我的话会设这里吧 1.2左右 好那涨的话呢 涨到5块 涨到4块 好那如果说你想要设的 今天要赚其实是每天这样 上上下下的收益的话 你就可以设密一点 比如说你设到 1.7然后设到3.5 1.7到3.5 然后就可以让他一直 一直上上上下的去做套利 那就是找一些关键的支撑位啊 就你可以看到这支撑位嘛 这样子 你可以跌到4 设这个底下1.72 你就设1.7 他要跌下来比较不容易嘛 那就可以在这 这里一直不断的上下的去做上下的套利 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的是 拿久一点想要拿到4块 那你就可能要再设更低一点点 因为他可能行情反转了 但他反转以后中间再反转回去 你要能够熬得住这个反转下来 再反转回去的话 那你就可能要设在再低一点 好那之所以是为什么叫设天地单 就是因为我设了 其实基本上就不太动他了 我就是让他不断的去跑而已 好那我讲一下天地单的话 最后一个重点哦 天地单我的建议 这里 单格的利润 单格的利润 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很绵密的网格的话 单格利润就是设0.3到1 0.3到1 或0.35到1 或0.4到1 就是说这个最大数字呢 就是1或1.5以内 那他这样就可以很频繁的交易 那如果说是这种大型的天地单的话 最小的数字不要低于0.35 就是你要设很远的 设到比特币8万10万 最小数字不要低于0.35 那这个最大数字可能就会比较大 那这个套利次数可能会低一点点啊 不过就是你就是希望说我不想要更改太多 我甚至买了以后我就要盖牌的 我没有要开这个账户的 那你就可以设高一点 那如果说你是常常看的话 你可以把它设绵密一点 价格到了再重开也可以 从开始不用特别的费用了 等比跟等差有什么差别 好 我们开的话一般都用等差 等差表示说你每一个的距离是一样的 等比的话是越到后面你的距离是越远 就比如说现在是 呃 假设比特币3万 5到4万的话 他可能是每300点是一个 他今天到4万到4万5 他可能是变成每350点一个 那4万5到5万 那可能变成400点一个 好就越到后面他的格数是越远 用等比居多的话 好用等比居多的好处是 就是你的你的到到越到越后面的时候 你的套利的次数会变少 但是就是你的福音的部分会变多 天地单的话用等差 那Dave也是说天地单用等差 就是这个台湾的负责人 天地单用等差 好不客气 好谢谢Chris 好的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好那时间是9点06分 我们的课程也要结束了 好那就像我说的 在群組里面呢 我们也会有最新的消息 然后请各位就是要记得 订阅我们的YouTube 订阅我们的YouTube 还有订阅我们的Telegram 好那YouTube跟Telegram上面呢 都会有我们的课程的讯息啊 还有教学 就如果说你是喜欢做这个交易的 还会有这个交易的教学 那还会有一些盘式的分析啊 以及说像刚才我这个有报币 一种嘛对不对 好按不定时的都会更新 在我们的Telegram频道 跟YouTube频道 那请各位就是可以订阅 我们的YouTube 开启你的小铃铛 还有订阅我们的Telegram 好那里面都会有最新的消息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还有我们今天的内容 好非常谢谢各位 各位晚安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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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